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個逢星期五直播的動漫廢物裡面的港萬有借邦和商診方法 就是上我們Youtube那裡幫忙的 有個好消息和壞消息 好消息是給我們自己的 就是我們今晚可以重新申請Youtube的廣告 過今晚我們可以嘗試一下重新申請 以我在其他網台聽回來 現在申請的手續是非常繁複 不繁複,但是很長的 幾個月至半年左右 所以壞消息就是大家還要繼續支持我們 沒有次 很可憐 慘得好像在公司門口一樣 很可憐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大家好,我是Tim 大家好,Sunny 萬機 師弟 是不是你再說一次 師弟,大家好 師弟 終於找到你的節目 在試鮑咪 喂 在講漫畫書之前 我們有個很關於這個畫面 技術上的想跟朋友分享一下 都是書的一部分 引起小數在動漫發言物 Facebook page裡面熱烈的討論 就是這個金融空 因為我好像看到星期三 我說而已 李大任終於跑去學拳了 其實他本身是壞色的 因為他在跑步的時候 遇到一條女兒 搭一條女堂 喔,即是周星馳 波波 波波 波波問李大有沒有興趣學拳 他就去了學拳 拳館那裡 發覺原來 不是外賣仔 找了一條女兒 但他 女兒好像沒有叫他學拳 阿麗也沒有叫外賣仔學拳 阿麗也沒有叫外賣仔學拳 但他女兒是叫李大任去學拳 不是去銷售 是銷售師 或者是健身銷售師 李大任就發現 這個教練疑似跟她是情侶關係 本身就想著 大沒用,要懂鎮 懂鎮沒用,要懂鎮 那他女兒也有小朋友 那算吧 跟他朋友Jak說 他這些真是 有小朋友就沒用 不是每個人都像你這樣 所以李大任就跟他朋友Jak說 我明天不來 Jak就跟他說 我覺得不是這樣 你要告訴這個女生 你是進步神速的 吸引她的注意 所以就叫他去努力練拳 那李大任聽不來 這些真是跟女兒一起 夾粉動作騙她 那李大任聽完之後 就不斷傳言他的拳擊技術 即是說他廢寢忙餐 吃飯都在看拳擊相關的影片 來學習他的技巧 過了一個月之後 就講教練問他想不上台打 那李大任就有 一開始有點害怕 那Jak就說 老闆都上台打 打輸都不要緊 你要表演給女生 看你的進步有多大 而不是說勝負 打輸你都會贏 喔 這樣喔 真是 打輸 打輸是怎樣表演進步 那又可能承受不到一拳到承受到十拳 那就已經是一種進步 不過都是輸到嗨嗨的 那你每天交個報告給女生 那就偶爾上台打一下 所以他們教練和李大任在擂台上打的時候 就是那天我特意CAP出來的一頁 是我們一個CAP台的陷家產 除了別人要付錢才可以 看的網慢 你CAP給別人圖 別人不屌你已經算好 然後就是我CAP出來的一頁 我自己就很不喜歡這個畫面 那當然貼了出來之後 我就發覺其實 《動漫家》是很博大精心的 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解讀 例如是這個 《等離子光速拳》 《天文流星拳》 《信玉殺》等等 證明其實是外有偏見 其實這個表演沒問題的 我這個星期很忙 所以其實沒有看到 《PASSION PRIME》的任何一個故事 但只是看了你那一格 《古惑仔》 《古惑仔》 其實很明顯都... 大家... 怎麼說呢? 《寄驚》又不起了 沒什麼特別的驚喜 老實說 因為近年的《古惑仔》 已經大約都是這樣 你看到 雖然起稿的人不一樣 但大體都是去到這個地步 或者反過來這麼說 就是《古惑仔》 例如剛剛看《金奇》的這個... 《作為對拆拉》 《作為對拆拉》 也好 某些位置還是有力的 但《牛佬起》的... 因為阿國起的嘛 《古惑仔》是阿國起的嘛 《古惑仔》是阿國起的 那你就會發覺... 《牛佬好像真是弱了》 或者叫做退步 或者我不知道他原本是怎樣 最少在畫面上 是《古惑奇》 我們看回那一格 你會看到的就是... 只是看到爆發 其實我覺得... 我記得我們好像上個星期 已經有提過一下這一回事 但是... 結果都是... 那時候應該是講《古惑仔》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不是講《金蒙空》 不是 都是講《金蒙空》的 但是一去到... 看回今期的話 不單止沒有那個... 就是... 令我們想看打拳的那些... 強勁的過程 甚至乎是... 你簡直不覺得對方是痛的 就是... 哇...幹什麼鬼東西啊 為什麼... 你打下去... 你... 你... 最少如果你被人打 你打到拳套裡 你擋到 或者你擋不擋到都好 你都會有... 你都會有反應的嘛 就是拳套可能會凹 或者你的臉會... 就是歪啊 諸如此類 我想說呢 因為... 剛才... 我們由這個... 金蒙空那架閃電光速拳 講到他... 品離子光速拳 講到他這個... 就是《古惑仔》的忌擊呢 就是老實的 《古惑仔》我大概由... 我想我五六年前開始追回了 不要說一開始 還不是牛腦主編那段時間 是誇張了的 他近兩三年 《古惑仔》那些... 《古惑仔》那些... 人的忌擊 我覺得是誇張了的 就是... 例如... 例如你看今次... 這個... 大焚... 不... 《古惑仔》那些... 《古惑仔》是... 拿一隻... 就是這個馬學者... 打醒我 撞著那個人 因為大家都知道 《古惑仔》其實他是... 毒臂的 他獨臂得來 他的獨臂是肩膊齊肩斷的 他不是還有半條手臂 他打了這場 他竟然可以 因為我剛才在地鐵看 所以我一直在看 人們以為我瘋狂 究竟怎樣放才能發出一隻咒 當然唯獨是你的肩膀動才能發出一隻咒 或者你是神雕俠女中的樣子 或者你有耐力才能做到這一步 作為長袖衣服 他可以把他扭到困住 柴拉 發力扭到他的嘴巴 讓他無法呼吸 這樣又不是不行 如果你真的可以很大力地扭到他 對方應該要知道 因為你的動作要很大 扭到他 扭著他 你應該要用你另一隻手 因為他背對背扭著他的嘴巴 你應該要用你的手 扭著他的衣服 當然你的衣服的彈性 應該要像飛離戰衣般強勁才可以 殺人變星星也可以不爛那種級數 才可以這樣扯著 但他的右手是沒有扯著他的衣服 即是說他要用毒碑 然後運用耐力 去吻著 阿 柴拉 柴拉 嘴巴 大哥 你真是不是武俠小說來的 其實顧客仔 而且還有 因為以前 我想大概去到地中海 那時候跟毒蛇幫 東英混戰的時候 那些人好像沒有那麼大力 例如今次打雷台 四條木柱被他們打爛了 那條木柱很粗 我想如果 我嘗試代入這個不是一個武俠故事 就是那些人沒有耐力 是很難想像是四條木柱都打爛了 還有就是 我看到阿佐維出了Panicu狂龍 那他沒有說一秒 但是類似這些東西 這些多數是比較 真的可能龍虎門這種 格鬥漫畫才會出現的狀況 而不是 我覺得是 應該偏現實的 古惑仔會出現的情況 但是 這種情況是越來越多 還有 有一件事 我想剛才我們討論 有說出來的 就是為什麼我們覺得 古惑仔那些權無力 你固然可以用開山砍石來講到他很厲害 但是 另一個問題就是 你要接招那條人給予相對的反應 要搞氣 你畫得出相對的東西出來才可以 就是 阿茅姐也在Facebook群裡 我覺得真的對牛腦太不公平了 你竟然Post 權娛大修羅出來 喂 那我們看打鬥 拳阿修羅是一流的 當然要選一些高水平 雖然 但是這樣說 我比較佩服的是其中一位聽眾 其他離子光出拳那些就不好了 就是你在說同級的東西 大家都是不用中招 但已經受到大紅隊叮噹那場好看 你最少覺得有動感 你最少覺得那一刻有動感 可能大家都不同 但大家都是 譬如 他那種Presentation 可以呈現了些什麼呢 亂 混戰 亂 應該就快 或者最少有差不多 氣勢才可以揚起地下的塵土 而且還有叮噹和大學的樣子很憎恨 對 那一場太辛苦 所以你會發覺 藤子不容 你就大師 打鬥賣話都很敢 講扮 我想有件事是 即權娛阿修羅可能我們遲都會說 會說多些 但有件事做得很好 就是他中招的人是膠狠足氣的 你會覺得那件事是很痛苦的 他有幾樣東西 他會給讀者 剛才說的 譬如打中 我最初不太同意 Sunny說 一定要畫到拳出來才行 因為你快的東西就是沒有影 即快到沒有影就是這樣 所以快是OK的 即沒有影是OK的 事實上我們看有很多打都很麻煩 他一下子砍下來的時候 你都會看不到手型 但是你中那個人 可不可以是 身體會捲曲一些呢 我其實最不喜歡的那一格 是我CAT出來 最下面那一格 他是完全沒有人 只有四個爆風而已 啪啪啪啪 四下 我真的什麼漫畫都可以用這格 或者什麼AV都可以用 我拍AV 你拍AV? 什麼番號? 這個 SUNY 001 自己會找 拍AV 然後就拍AV 一男一女淋牙的時候 拍AV 然後就摸完東西了 沒有 拍AV已經在賣牙了 那些是文藝片的拍法 那些動作都摸出來 然後就摸完 然後就摸完 拍AV 那些是文藝片的拍法 那些動作都摸出來 那些床腳在動 然後就摸摸摸摸摸摸 然後劉川對仙道 劉川對仙道說 你這次死眼 死定了 然後他一拍球 然後下一格就拍AV 然後雙筆就贏了 可以的 是說到的 然後你想想 微吉陽一 好 我今天就要煮這條魚 拿刀出來 下一格拍AV 然後那條魚就煮好了 屌樂師 這個是八搭的 拍拍之多聲 還有讀者就說 藍而當拍拍 拍拍之多聲 他覺得這種可能是屬於蒙太奇手派的其中一種 層次真的高到我們看不明白 他舉的例子是 譬如我們看《柯南金田一》 有時候兇手想在後面打拌勻受害者的時候 你都不會見到那一格 或者他都是舉起的東西 然後又是一個畫面排了一聲 然後就完結了那段戲 我同意這一點 但對於我來說 兇手怎樣打拌勻那個人 不會是最重點的一個位置 而對於金龍來講 我覺得格鬥的過程是很重要的 我們就是一些平凡夫族子來的 看格鬥漫畫 也不是蒙太奇的 不過 我覺得要看情況 你不兇對撒旦先生 那你蒙太奇了他 你這樣啪啪啪啪啪 然後撒旦先生輸了 我是OK的 你不兇對撒旦的笑 或者不兇的第一箭 然後你啪啪啪啪就完了 我試圖這樣去說 因為你看格鬥漫畫 就跟你看AV是一樣的 我想看《賣身肉搏》 AV全部都是蒙太奇 那又不是不行的 不是黃晶那些強姦戲 又猜到嗎 或者是TVB的強姦戲一秒 但例如我用武俠小說來講 其實都不是武力 古龍他的打鬥 其實是一些很意念的事情 但問題是他是古龍來的 古龍就很難 應該這麼說 就算拍電影的人 都說很難把古龍的人拍做電影 因為你一張影像化 就糟糕了 古龍是很意念化的 還有古龍很流行一招分勝負的 我想說的是 你是牛腦金蒙空 你不是古龍金蒙空 神掌龍劍飛是沒有關係的 神掌龍劍飛是沒有關係的 神掌龍劍飛是有 神掌龍劍飛最少是有金木水火土 走出來 那時候他的想法還可以的 其實那個比喻有點誇張 其實那裡是一格 他經常出現那裡是一格 但是 你的比喻是 一來就去到結果 其實他還沒那麼誇張 他是過了某一個過程 他中間也有另一個過程給你看 他還沒那麼誇張 但其實這個 你滿導人 斷章取言 吳空的一格 結果還沒那麼誇張 但如果這一格出了太多 我想說其實 《君雞》也出現過 《君雞》後期有一段時間 他經常都有一些劃破 劃破天際的氣勢 他不知如何 一格然後是黑色 然後中間有一道白色 然後說他出傳出得很快 出了這個月牙天宗 就好像只有一個軌道 其實《君雞》後期也有一些情況出現過 但其實不要看 你看不到成都亮 是怎樣跟那個對手打 我不記得那個對手叫什麼 因為剛好說起 那個叫什麼 阿座維 用一隻咒來拿著 拆奶 先不說這隻咒 先犯不犯了力 因為剛好說拳阿修羅 拳阿修羅 裡面有一個角色 專用這個 那些叫做《狗技》 《金井小玉》 嘩 大哥 別人那些搞技是兩條 不只是被人拿著那個 是連出招那個 都 那些硬技都出來了 你會覺得 真的很痛苦 被他拿著 無法呼吸的感覺 相反阿賊拉 你會覺得他是 好像是去桑拿 找毛巾掩住那塊臉 有點爽 有點爽 我想 最好在 例如剛才我說 阿修羅 出拼的狂龍那一格 你不覺得中那條很辛苦 因為 你打的純粹是有個爆發 你又不是覺得他很痛 那種感覺是不痛 還有 不要說他們打拳 我們踢球 有時 總會有些肉體和肉體的碰撞 汗水和汗水的交流 和肉體和肉體的碰撞 你撞完之後 其實你的身體是會腫了 何況他們的力是這麼大的打拳 譬如我們看 就是很直接 大家都看過曹昇瑜 上次贏的那個日本仔 他就被人打了 眼都中了 你給大家看一些傷痕 好嗎 我覺得很懶的 你看 古惑仔 是越滑越懶 為什麼會 我不知道現在的銷量是怎樣 我不說他的劇情 只是嘔血是沒有意思的 固然嘔血也是痛 或者是辛苦的一種 但其實除了內傷之外 你還有很多外傷 但是不是很滑的 還有你想想 好像今期 2161期 已經是座位 Ref拆拉的衣服了 今期第26頁這個座位 剛剛走上台 衣服又不髒 通是由外到內 再回到外 對 對 情緒才是由內到外 再回到外 對 所以問題是 內傷可以沒有傷痕 為什麼黑警 會用電話簿 拆拉著你 然後拿鎚仔亨勾 就是想驗不到傷痕 但你們現在沒有 你們是有外傷和內傷同時出現的 你的人可不可以瘀傷 我覺得這一點 我們雖然平日整天都在笑火舞 笑咬睡生 但講痛 講受傷 這些表面的徵象 作為一本打鬥的漫畫 這些表面的徵象 其實 睡生是真的做得好很多 因為睡生有幾樣東西他會做 先不說他全部都是photo shop 先說很多photo shop 首先 Sorry 你不要讓火舞全面出來 全部都很多 很多 他人們會流到整面都是血 他不是吐血的 只是他會 那些傷口會發聲的流血出來 當然是因為他同時間觀能痴力比較強 就是他的腸腸心臟都會露出來 心臟露出來 現在少了很多 少了因為用了內臟水 而且人們是會 即使你說他跟photo shop都會扭曲 還有會慘叫 那他真的要扭曲才可以 不會被人告 而相反 顧客者 你好像中原賊拉 你又覺得 你是不是應該有很痛的反應 最少睡生那種是 他那些流羅 或者對手被人砍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些人是很痛的 還有有情緒 會害怕 會生氣 所以他會做到那種力量感出來 當然瑞辛他會用一些環境的東西 雖然他也會打到很誇張 例如搞笑一點的就是一刀放過來 那他很誇張的古惑仔 很老實 那他是超級系的黑社會 大哥 操縱那條鐵鏈 操縱是 具現化系 古惑仔也沒有他 例如你會看到他 因為最常用的就是 剛才阿茅姐 我們麥克風也說 他爆玻璃瓶 爆玻璃瓶他有力量感 就是那些位置 相反 要拖一拖 那這樣其實 跟流水穿的關係 例如你說剛才 為什麼他的衣服 完全沒有亂過 那些頭髮又這麼帥 除了你有個髮型師跟著他之外 就是因為 其實如果你交給助理 如果你太多指示 其實是很難下達的 那你這一格又要 頭髮又不同樣 這一格又要衣服不同樣 那些三花 那些勾線 那些 那些助理其實是跟不上的 就是那個 因為他 我想他三日刊 製作速度是要很快 那其實 我想龍虎門其實也有 不要說龍虎門 以前的書其實也有 例如中毒 臉是指了十幾二十期的 中毒之後 他就 接著中毒 他的造型 是永遠都是紫色的 臉 很多這樣的情況 我最記得好像牛郎 神兵也有類似這樣的 沒有好過 好像是這樣 其實他是因為流水作業 他不需要 如果主筆是 他覺得 這件事不重要 其實他沒有特別指令 助理就照樣畫 跟之前的樣貌 沒有一個狀態上的轉變 但如果你說表情 那其實就一定是 歐透的問題 不能說是助理的問題 我覺得這些是可以補救的 牛腦不如這樣 加點龐白 金毛絲王 不是 左衛突然打出一招 空洞派主招 七雙拳 左衛一連雙 七者皆雙 十乃先雙幾後雙人 尿尿真要命 張武忌 不是 賊拉 賊拉 賊拉不放不亡 雙掌運原成本 是不是突然很有迫力 強很多 加點龐白 雷台上面鬼英雄雄 座位此時雙手翼沒又閒 為什麼他有雙手 不行 座位的手翼沒又閒 此時雷台上面鬼英雄雄 全場都是座位 差很遠 那招名的狂龍還不是鬼英雄雄 是 我覺得那個就是我自己接受到的 你快而已 當快 當你一時之間是 即快到好像見到幾個人 這樣 我覺得這一點還是OK的 但有些事情真的發生不到 又發生不到 即是 你要運內徑 朱宜遲 我想說的是真是 沒有心機寫 但是明明你已經不想寫集體劇友 那你要打擂台 你就要參考 其實也不是 我覺得也不一定說不好看 但問題是 你有一個很大的對比 就是你現在出鏡的收定本 那些是打得很緊 是啊 即是 即是當你一個讀者 一個星期買兩本三日刊 以及一本收定本的時候 你一拍完 你就是 不同的 好像是兩本不同的書 我們見過你寫單對單的格鬥是怎樣 老實說 只是上兩個星期 我們講一下 講一下 立花的修煉 你就已經 令人感動了 是嗎 先打腳 後雙腳 練一下熟了就可以了 喂 你現在是 人的心態你又不寫 跟魔鬼跟肉人一樣 人的心態你又不寫 打的技 硬正度又不夠 故事又沒有 因為你是擂台 你沒有支線的 江湖是沒有事情發生的 其實也可以有的 也不一定沒有 他沒有 現在的問題是沒有 你真的什麼都沒有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究竟 我應該看你這本書的什麼 如果你說我看火舞 其實江湖凍結了很久 我相信 是啊 勢力永遠都是 東英就淋了水 都淋了 他在重組五虎 可能是 永遠是五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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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一代 東英的龍頭 現在在毒蛇幫做食客 都可以組五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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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好像打人的勁人 他沒有強調他好死打人 他強調他有七八磅 而且說了神拳七八磅 他下期預告就叫做神拳七八磅 接著呢 預告是這樣寫的 作為別無選擇吸一口氣 指出他的神拳七八磅 神拳七八磅原來是一招招式名 計算大飛的484之後 古學仔又有另一招招招 就是神拳七八磅 這些又真的不要入招式名 神拳七八磅 其實他有說過他加招名 純粹令那本書 會較人盡頭的 我覺得七八磅權力 當然很誇張 但Vichis 他也不是 小獎混存成盾 因為 座維做不到 他沒出一招 那招做什麼 七雙拳 雙掌 就是雙腳掌 單手好像別人在玩那些 Freeze 唉 柔軟度高而已 所以 現在古惑仔 或者整間 譬如今期牛佬又在這裡慎了 他就說 還要冤枉大家 冤枉大家以實際行動之詞 這是我們初常條幅模式製作 即是條蠻 自問對這套稿都頗上心 不過還未上力 問題是甚麼呢 譬如他就說 近來自己的狀態很飄忽 時好時壞 狀態之所以飄忽是因為心情十五十六 實體出版到底還可以維持多久呢 網絡條幅漫畫 又可不可以為廣漫殺出一條生路呢 這些疑團經常都在牛佬的腦裏 轉團團轉 問題在哪裏呢 問題是 無論實體書有多不好 條蠻是有多少可能性 但是 好像我們之前說的 其實看條蠻是跟整個世界鬥 你的故事或者畫面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算是出條蠻也好 都只會被人淘汰 你不會成功的 即是真的要找阿燦 你永遠不會成功 你永遠不會成功 因為那些人是真的要 看漫畫是要看畫面的 如果你的畫面是這樣 那麼隨便 你真的只能夠給阿燦福上來 除非你的橋段是去到某個位置 還有我覺得都是要看那個題材的 即是如果福本身不是說賭博物事錄 是說權利亞修羅就不行了 他的橋段印很多福本身行那種畫是 你說一些靜態的東西可能都可以勉強 是啊 所以我經常 即是你不要埋怨那些人不支持你 不支持你是有原因的 為甚麼不給錢 未必是因為那些人不捨得在網上給錢 老實說在網上用一用紙紋就已經給了錢了 其實是很簡單的 譬如像冰芝一樣 我忘記了邁華人還是在那裡 他課了金的 你看他也課金 是很困難的 他課金看漫畫 即是他已經沒有買書那麼多年了 那你要課金買 看漫畫 他不是看Top2 大家不要誤會 他不是看Top2 因為他不給錢 他不在 當然是說這些 人家來的 是 真是混蛋 實體書也不買 鹹片也不給錢買 但是他在網上有給錢 買Coin的 所以 不要以為大家不願意給錢 不願意給錢的原因不只是他不支持你 而是他支持你不住 亦都說起 又是說起這個PASSION PRIME 我覺得看完第四話的給我記住香港 我自己真的蠻失望的 我想大致上 如果以我們平時的理解 應該差不多他們是收到 feedback 我不知道他到底處了多少稿 我不知道 調慢不用收 feedback 他就馬上知道 那他未必改到 我不知道他處了多少稿 因為第四話 頭那兩話就說到跟衣室那裡 第三話就說他們重新出回賽場 然後開下半場 即是交易沒有skip了 交易是說你們賺錢都賺得那麼辛苦 借三分鐘給我 那個deal是甚麼不知道的 到底這三分鐘是你收我的錢之後盡力踢 還是要收這塊錢三分鐘踢架 我不知道的 然後第四話 那個日本人就跟他說 我要殺死你 然後就用這個 然後就用這個含家麗飛鏟踢過去 那踢的動作是說得不好的 然後就看著他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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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地踢過去 然後臨踢到主角的腳的時候 那個主角就跳起了 跳過了他 然後他落地還以為是用 雷近Superhero landing的腳插出來的降落方法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在香港 在香港 是那些女性的Superhero落地 腳插出來要很長 即是Wonder Woman那些 然後呢 他明明跳過了 他踢過來就跳過了 但是他們是面對面 還可以說話的 馬上扔回頭了 哈哈哈哈 美不美啊 讓他跳得好嗎 哈哈哈哈 有些朋友就說他鏟鏟了一華 這樣一個非常鏟一華 鏟了一華 這樣非常鏟一華 就是陷華鏟的了 是啊 他們覺得很過份的 我覺得還可以啦 對我來說我覺得 雖然他是一華 但是你知道跳慢 其實他的份量不是真的很多 足球小將盤了球哥半場 都盤了 有沒有一個星期 不是啦 都是那一句 動畫和漫畫是不可以運為一談的 當年的動畫要這樣做 很大機會是因為他要趕進度 即他不可以追漫畫連載進度 我不確定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那個 漫畫和動畫出的距離有多遠 但是在初中篇至高中篇和小學篇 沒有高中篇 應該是初中篇 因為高中是帶著他走了 是沒有一個星期推過半場的成績 整天都鬱揍高橋洋一 都不能跟高橋洋一 事件到最後 還有我想的就是 但是我沒有記錯 一拳超人都是試過打一拳打了一畫 那一畫就是說他怎麼打一拳有多厲害 為什麼他剪述那個分鏡 但是別人的分鏡很漂亮 那個分鏡漂亮不漂亮 我覺得是技巧的問題 但是我純粹說的就是 我不介意你一畫的份量是這個 但是我反而覺得問題是 你看完那一畫你掌握不到 到底那一畫的意義在哪裡 我完全看完 原來今天 然後那些動作仍然是未改到 我不知道到底阿康的傳果有多少 我好希望快點看到在動作 即是足球肢體上的一些調整 他無論是剷的那個人躺在地上的動作 接著他在滑剷的時候 他那個身體的肢體的姿勢 主角跳起去鼻那一刻和落地那一刻 全部都是錯的 而一套足球漫畫來講 我現在看得有點辛苦 有網友就說 調慢是打年輕人的市場 說這樣的東西想吸引到現在的年輕人 我猜他應該還在回應牛腦那些 是的 我同意的 我同意的 基本上 老實說 又反過來這樣說 Passion Prime呢 就不是打公眾市場的 即是他不是地球姿勢來的 如果要Facebook來講 他的目標是很… 是的 他是朋友和朋友而已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 即是他只是用來順便… 順便賺我們這些人的錢而已 但他整體上他不是地球姿勢來的 牛腦也不是地球姿勢來的 即是牛腦那個故事也不是地球姿勢來的 所以他的確他不是很… 但我有點懷疑牛腦覺得自己在做地球姿勢的 我也同意的 但可能是他自己的手臂範圍以外 所以就是他踢了王陽達 金融空大就踢了王陽達 王陽達的粉絲就看到他的姿勢 即是大約是這樣的概念 但是吸引不了街客的 其實是老實說我到現在為止 我真的只是覺得那個… 公關 是的 貧爭的公關災難及 另外… Abi Girl是… 可以接受 Abi Girl… 因為阿開都有在Facebook問 我們好像動態的討論圈 跟他有問 其他一些覺得怎樣 香港剛才說了 我覺得Abi Girl 有時候的角色是會走的 還有肢體是有些錯的 但我覺得整體來說還可以 還有他… 這件事慢慢推進緊 而… 我都會有些想繼續看下去的 那貧爭的公關災難 我覺得他鋪的緊是鋪得挺有趣的 好像第四話他鋪了一整期 最後一個緊就純粹是件衣服上面的那個… 那個花紋 就…令到他整話的那個… 那個提戶還沒出來 那我覺得緊是有趣的 有聽眾說 阿天回來當然要說火舞 說吧 一會兒回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有沒有說火舞